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,谁能想到这会是一场经典之战呢? 然而,随着比赛的进行,全民们发现这场比赛是如此跌倒起伏,一波三折。 毫不夸张地说,这场比赛绝对是所胜到队以来最经典的比赛。 下面,就用几个关键词来回顾一下这场经典比赛,赢加德升了,马向尔升了,马卡升了。 经历了与利益谱一日上半场延伸三年后,这场比赛被认为未来中抄最大排位人的三却司又升了。 广大全民不仅调侃,随胜重启服务器,和魔洞将都重新连线了。 所有三却司在卡顿,持续巩固自己可能成为中抄最大排位人的地位。 这场比赛可以做一期世界多几景了,真可为女方唱放略登场,好不唱快。 开放的比赛,看得全民如吃如醉。 第二十六分钟,华拉里先拍刻张,南安普队一比零梦连第五十三分钟。 黑莱拉正义角绝对让人续梦三张,梦连一比一南安普队第七十五分钟。 为德,普达斯让人见识了圣徒小队的名不虚传。 就在不久前,有人说小魔兽鲁卡顾用宽了,用猪了,也许是因为如今信息太过飞达。 正话传到了鲁卡顾的耳朵里。 计上一场啪啪打脸后,这一场继续带放逆踩,是要将把脸啪啪到底。 第五十九分钟,佩莱拉传球,雷卡库竞区左侧十二马处射入眼角。 茂莲二,一圣徒,雷卡库的竞球,打开了茂莲路转的带门,宽大的身体,丝毫掩盖不了,那只会要强提琴的跃脚的光芒。 第八十九分钟,弗雷德传球,雷卡库竞区湖内,转身进射立下脚日网。 茂莲三,二圣徒,雷是雷卡库,这是他进完场比赛的第四个竞球。 索尔斯克拉终于改造了魔兽使用说明书,承许了服务器。 那个无往不利的魔兽,又重新联系了。 雷卡库用第八十九分钟的绝杀竞球向看台上的福德森致敬,向在练习上的福尔斯克拉致敬,向全场和名球尼致敬。 第九十四分钟,拉什伏德创造了点球。 站在点球点前的还是德格巴,点球方式还是风筛的小费部助跑。 全场观众骂心地等待他的助跑。 很骂心,因为他这两米助跑时间,足以让德尔特跑完一百米。 然而,换了范形的超级堵带的点球被推出来了,正所谓无绝身的红魔。 黄魔球迷更加喜欢和能试胜利,而不是宰宰失去玄奕。 当第八十九分钟鲁凯库打入绝杀球后, 年兽疯狂拖一庆祝,主动申请黄牌。 这张主动申请的黄牌,福尔斯克拉没有责怪之意。 全场和名人的更是较好声音一片。 特定时刻,需要这样的霸气与模线。 从某种定义上讲,这张黄牌为刘凯护肠粉的借用, 也能超过外产事情。 因为这张黄牌宣告,曾经激情复射的红魔回来了。 红魔的魔性回归。 昔日,人光还会远吗?